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不见 小师妹 问先坐 今天入职的 还有一位公司特聘的设计师助理 唐小虎 唐小虎在传统文化很有见解 对本次提案会特别有帮助 孟元啊 经验丰富 得过很多有风量的国际大奖 现在让孟元三岸时任设计主主长 唐小虎为其助理 你不觉得他俩很般配吗 金童和命女很养眼 没有拆官方资计划 陶彩和陶小虎是天神一队的 就前段时间看到两个人要不加班呢 唐小虎 我怎么不知道 有什么热送唐伯母给你小虎对的 全人自有没有心 是 张秘书 陈文台 我只想做陶泽书童 孟元不好吗 没关系的 张秘书 我习惯不用助理 我也是 好好好 你们啊 都很有能力 第三件事 本次艾克朗里集团的天安会 不论身份 学历 背景 都可以参加 谁能拿下大客户 谁就有资格成为设计主角 好好把握机会 再会 张秘书 我是编外人员 没有资格参加项目的 好啊 周总啊 让我转达一句话 年轻人最好的条件是什么 尽管此时不如意 再不放弃便还有机会 小师妹 你为了赢我 还真是不辞辛苦 彼此彼此罢了 倒是孟大设计师 你也亲自来挑选面药啊 当然 一款出色的双面泥大仪 高品质的面料是源头 既不能过重也不能太轻 重了版型就死板 轻了又没有质感 来 这里面是加了酸醋酸吧 果然咱一啊 这是我们最近研发的 酸醋酸酸面移 当下还不是旅行的意义 ESG 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对对对 这些是镜头的精品羊毛 做个双面双色 即使上又环保 咱们还可以到前院去看看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阿姨 这款面料我怎么没见过啊 我们用的是青藏高原优质牦牛绒 和澳大利亚超细羊毛 是制作秋冬大衣的最佳面料 你看 把厚料子做薄了 还保牛的质感 就选它了 思思入口 你不在找什么 找到了 走 张秘书 抱歉二位 董事长今天也有约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周董 文大师与我是结识多年的好友 年纪虽轻 但在国内外大赛上 也拿到过多次金奖 人称当代唐伯虎 您之前还收藏过他一幅画呢 说来也巧 咱们这一次提案会的主题 就跟唐伯虎有关 我就在想 不如就请来当代唐伯虎 顺便 还能碰撞出一些灵感呢 说来唐伯虎 咱不过也有什么唐伯虎 不如叫我来 接到一班 好 这可如何是好 二位跟我来吧 周董 以为是一位雅士 是 唐药总 淘汰这个事 来吧 周董 别需要有彩头才好看 有 什么彩头 若我赢了 可以淘汰十分钟